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六百四十五集 这三个人来历莫测 每一个都是大敌 皆是堪比诸圣子 可是却从来未曾听说过 着实让他震动 突然一夜翻的眉心射出一道金芒 那网金色的小壶如一轮小太阳 冲出一尊以神石凝结出的金色小鼎 他的神念何其强大 年轻一代人尽皆知 当那网金色小壶中 划行出一尊三足小鼎后 没有人不变色 纵然是三位强大的敌手 也都露出金融 眉心皆光滑闪烁 有重宝浮现 挡在了前方 一个轻力的女子一声冷哼 突然反手祭出了 上鼓吞天魔罐的盖子 向金色的小鼎压去 夜凡感觉眉心一疼 金色的小鼎就要被魔盖给收进去了 在上面有一个鬼脸印记 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 诡异无比 可怕的笑声传出 前面阴森恐怖 仿若天下第一人 站在荒谷前冷笑 透过时空传来 接着又是无比 硝狂的笑声 像是可以将诸天仙灵 都踩在脚下 砍成天下第一自负的摩音 强大如夜凡 都有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仅是一个防品而已 连这种摩音 都摩刻下来了吗 这就是那位无上狠人的声音吗 还好只是防品 只有声音 并没有磨灭人士的威能 不然的话 定是大鳄 阎都保不住了 尽管这样 夜凡的金色小鼎也几乎被收了进去 快速暗淡 他一声清河 眉心中金光大盛 金色的小鼎化成一道流光冲起 扫向三人 他们赶忙抵抗 生怕他沾身 谁都知道 这是夜凡的一宗杀手锏 同一时间 上古吞天魔罐震动 那名女子一翻手将其对准了夜凡 射出一道玄秘的光束 直射而出 这是一道乌光 吞噬一切 此外还有大道纹落垂落下来 丝丝缕缕 犹如一片天幕 绞杀一切 夜凡无暗 远处呢 却有人倒地惨叫 一大片人都受到了影响 眉心溢出血丝 这个魔改 危能极大 而且就在此时 上古吞天魔罐的盖子上 那个鬼脸印记 像是复活了一样 又哭又笑 夜凡心头剧烈跳动 混沌重青莲 他展出了异象 想将三个人同时镇压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对付吞天魔罐 这宗器物太邪 不知道还有什么威势没展出呢 他不想逐一接招 采取主动 想将三人一起侵杀 混沌雾气缭绕 哪尊金色的小顶回归眉心 夜凡一动 青莲半生 扎根虚空中 像是一部大道天书 三叶轻摇 万物复苏 天地像是回到了初始时 嗡的一声 夜凡的双手摇动 金色的手掌间 出现阴阳道图 左手阴图 右手阳图 如日月启动 开天辟地之初的气息弥满 夜凡的金色大手 画成阴阳图 要将三人覆盖在下方 很显然 他们知道厉害 不敢进入异象范围内 全都果断倒退 当了一声 那个手持方天画戟的雄伟男子 高大的身子 一下子被打废了出去 手中的大鸡猛烈 抖动个不停 若是其他兵器 一定已经成为粉末 根本不可能承受得住阴阳图一击 红的一声 九层古塔如山月 被夜凡右手的阳图打飞 画成一道流光 如一颗彗星一样 划空而过 没入天地尽头 唯有上古吞天魔罐可不 纵然是微弱的防品 也展现出了无法预料的威能 顶住阴阳一击 自身流转出万道无光 观战者都心有含义 身体好强大 没有动用武器 就可立抗三位大敌 这三人是年轻一代的决定高手 是从哪里出来的 叶凡丽在那里 面色很平静 与三人对峙 再一战就要侵杀他们 他心有一云 跳出这样三个人来 打乱了他的推测 这是对方派人来试探的吗 可是能与他争锋的年轻强者 怎么可能会听从命令 急急无名呢 他们到底有什么来历 绝对能与圣子级人物并利 无论在中州还是东荒 年轻一代 这样的人都很少 只有上古吞天魔管防匹 包括无缺的盖子 圣主级人物 虽然可以运生与复制 但却很有难度 这有些不同寻常 他心中振动 难道对方得到了狠人的传承吗 有这种可能 叶凡一声轻碎 在夜空下金色肉身闪烁 一手按他虚空 以青帘护体 打出阴土与阳土 想要擒下三人 手持方天画剂的兄伟男子 还有如妖族神奇一样的紫发男子 全都倒退 唯有那个女子挥动吞天魔管 打向他 鬼脸又哭又笑 两只眼睛深处利透乌芒 让叶凡感觉到寒气息体 他猛力一阵 血气冲天 将之化解 叶凡向前冲去 既止于此 就拿命来吧 这个女子轻笑 叶凶 你的身体 叶凡心中凌然 对方是试探他的伤势而来吗 细想刚才的一切 有蛛丝马迹可循 什么人这么可怕 在怀疑他呢 他自问没有破绽 一直在防备 表现得恰到好处 甚至模拟过 打倒裂纹的契机 不经意间流转出一缕 叶凡抬手就杀 不劳你们挂心 我不会这么容易死去的 要侵杀对方 可是 三人的身影突然虚担 迈入虚空中 要横渡而去 叶凡神色一变 举拳红天 同时掩射神盲 以原天神诀 洞穿他们的虚实 这是将刀纹 刻在身体上的神术 横渡虚空 百里无踪 难以追到 早已消失很多年了 不想 又重现世界 有老辈人物惊叹 叶凡心中自语 任你心机深沉 恐怕也不知道 我修成了神眼吧 他难以平静下来 这个对手很难对付 是个恐怖的敌人 那三人竟然都不是真身 是道宫中祭出的三尊神奇 同源一体不分彼此 可是仔细思索后 他却皱起了眉头 这个人 非常的狡诈 与谨慎 三尊神奇中 没有留下一丝特别的印记 无从判断 好强大的人 运生处的三尊神奇 都可以与圣子争锋 且分生的神奇 可化男女 与血肉之群 没有一点区别 没有神眼 不可能看穿 想寻出这样一个人来 无异于大海捞针 叶凡沉思 仔细琢磨 挥想种种往事 不能从生命印记入手 只能从细节等 来寻蛛丝马迹 他很想将这个人揪出来 不然他心中难安 相似 有一分相似 他站立良久 忽然眼中一亮 宏伟的男子 有一瞬间挥动 方天化己 撕裂天地时 那种不可一世的神月 与曾经见到过的一幕 有一丝相似之处 这得益于他强大的神念 牢牢地烙印下了昔日的情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